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昨晚發生了一個黑色的平安夜 連外國的傳媒都將這宗消息封傳 而且在英國的一些宗教領袖 更加只是對於香港警察的所作所為都看不過眼 尤其是這個平安夜的大時大節 依然是使用一種暴力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人民 於是他們還寫了一封信向英國的施壓 首先我們看看外媒如何報導我們這次的黑色平安夜 英國廣播公司說到 香港的平安夜示威就由集會演變成衝突 英國衛報說到 香港警察射催淚彈去驅散平安夜的示威 而《紐約時報》的標題還吃完字 就說聖誕老人的帽子和催淚彈 其實提及到香港的示威再度爆發 而根據英國每日快報的報導 有多名英國宗教領袖聯署了一封信 聯署人包括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羅倫 Williams 還有就是英國人道主義協會會長 以及天主教聯盟等等 這封信其實是向英國首相約翰遜 和外相南韜文進行施壓的 其實是要求他們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求他們擴大 BNO持有人的權利 使得香港人在英國有一個安全避難所 在這封信當中他們就批評英國政府 是沒有好好履行到中英聯合聲明裡頭的法律 歷史和道德的義務 而且他們還強調一件事 就說英國每次都只懂得大聲疾呼 他們對這件事的有效性是提出了異議的 他們要求英國政府採取更大的行動 包括對那些侵犯人權的來自中國和香港的官員 是進行這個制裁 當然大家都看到了 英國的宗教領袖對於香港人非常關心 但是英國政府一直都是軟皮蛇 到底他們會不會真真正正拿出一些行動出來付諸實行呢? 我是非常存疑的 好了,我們說回香港 昨晚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到尖沙咀出巡 他還特別說到由6月開始 那些暴徒中火、破壞商戶、交通燈、襲擊市民 令到罪案數字急升 又將近期的爆竊和行劫案的數字急增 歸咎於示威者 警方在過去6個月用了大部分的警力 去處理暴徒的非法破壞行為 令到巡邏的警力相對薄弱 他亦對於市民手法意識薄弱感到擔憂 他說暴徒試意打爛店舖 令到整體社會的人覺得可以打爛些東西 又出來打爛金譜的槍 搶光錶 他就說到執法環境變得困難 包括警察很容易被人包圍指罵等等 這些根本上就是沒有東西賺東西賺 究竟示威的活動 和打劫金譜 打劫錶行 甚至乎是搏頭搶錢 鄧大署長有什麼邏輯關係 你說出來真的不怕被人笑 畢竟你都是一個知書識禮的知識分子 這樣的說話你都說得出 示威活動增加 和這個搶劫案的數字上升 簡直大纜也扯不起來了 這樣可以將兩件毛利和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連繫起來 你不應該歸咎其他人是不得已的 你還應該去反省 隨暴安良是哪一個責任 是你警察的責任 你搞到打劫的罪案數字上升 是哪一個責任 難道示威者責任 難道市民責任當然是你責任 你出糧 你應該好好地安排 調配警力 而不是走去不務正業 動員大批便衣警員 就去到商場部署 不知所謂的 這些部署來幹什麼 搞什麼 應該做的你不去做 應該真的破案查案 你不去查 有些傳媒已經踢爆你 原來 本來就是一些簽到寶的東西 就是當你巡邏的警員 去巡邏的時候 就要有簽簽的 但是現在 發現得到在那個 放簽到寶的鐵箱 竟然空空如也 連本寶都不見 你有沒有巡邏呢 請問 昨日明報的記者 回到打劫金行的現場實地視察 在上午10點45分開始 足足逗留了一個小時 而在這個小時內 竟然沒有查過任何軍裝警員巡邏 或者是有警車駛過的 請問 到了下午3點2個時 記者在旺角的亞街老街和洗衣街交界 發現有兩名交通警員在指揮交通 然後記者從花園街走到通賽街 在沿逢尼敦道沿途來回走一小時 都是一件警察都看不到 而且還發現到簽到寶的鐵箱 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要解釋 到底你有沒有巡邏 警察回應傳媒 你怎麼說 你說簽到寶就是防罪措施之一 會繼續因應罪案趨勢和區內實際情況 是策略性來設置簽到寶 由前線軍裝警員作不定時的巡邏 有消息人士透露 因為警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警方認為不應該因為要簽到而承受這些風險 所以目前不再依賴簽到寶的制度 記錄警員巡邏的情況 警員亦不需要強制經過簽到寶的位置 你就要解釋到底你有沒有巡邏 而在一個港台節目裏頭 由尖望的區議員林健文就踢爆 情況非常令人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到近來這一個月 軍裝警員都是絕跡 街上見不到警員行媽必 擔心這些無警時分會醞釀更大的罪案 呼籲警察加強小隊的巡邏 你就是要搞吧 這巡邏怎麼會賴示威者多餘 你自己都沒有派人去巡邏 將人手全部調配去商場 抓那些年輕人 抓那些年輕人 你只是做這些事 你黑人憎在這裏 你不做 這些是你的本分 抓賊 你警察的本分 你不去抓 抓那些年輕人 抓那些白癡 被人罵也該死吧 這麼黑人憎 這些為什麼你不去抓 這些真的是嚴重罪案 這些才是暴徒 打劫金譜是否是暴徒 這些你不去說 多餘的 你現在新任的區議會 如果在1月1日上任以後 一定要向警察要求他們提供一件事 就是巡邏的統計數據 要告訴市民 你這班人真真正正是有巡邏的 而且由市民監察 到底這班警察有沒有巡邏 有沒有去抓那些賊 或者防止那些賊 干犯罪案 你一定要做 甚至乎大家有看報道都知道 連登出了一個洩漏的文件 警察裡面的內部文件 竟然間裡面有些警員提出 要求不要再行必 改由Stand by 後鳴 在警署裡頭 你怎麼可以提出這些愚蠢的建議 行必巡邏就是你警察的職責 你的職責不是去商場亂棍無差別 嘔打市民 昨天又被人拍到 原來你這班警察在海港城那裡 拿著那些新宿警棍 無差別就不斷吐 你根本分不清那些是市民 記者還是什麼人 反正有一股盲勁 都不斷吐 你在做什麼 這些又是無差別 襲擊市民又被人拍出來 你這麼討厭記者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又截查那些屠人 在大道東拘捕了一百人 都不知道做什麼 那百人有什麼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說 沒有交代 今天下午又拘捕了三個女學生 就說人家什麼呢 這些真的很多餘 將人家背包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地上 找到什麼 黑色的口罩 黑色的衣服 豬嘴 這些有什麼問題 你到處射的催淚彈 人家年輕女子 要戴這些豬嘴 很正常 如果不然 分分鐘生棋胎 好像你們警察那麼節奪 對不對 戴這些東西有什麼問題 全部都是防護的裝備 誰知道警察又在那裡串人 又說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要回去 抄下了你的身份證 要拘捕就能拘捕 你們自己想清楚 這是什麼 靠客嗎 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 干犯了什麼 你本身就已經抄下了他的身份證資料 就將他放行 你就是要 跌落地就拿回沙沙 你根本上又找不到別人的什麼 你應該也不是對著這些年輕的男女來去搜查搜身 你是多餘的 應該拘捕的就是拘捕那些賊人 拘捕那些汗匪、劫匪 一個人都拘捕不到 現在是 上個星期乾犯的那些 拘捕了沒有 肩膊的那些拘捕了沒有 那些全部都不能破案 你有沒有做事 有沒有作為 每天都去捉這些 這些年輕人 這些都瘋了 多餘的 原來你的豆份糧出來就是針對市民 你這些警察是這麼做的嗎 全世界哪有一隊警察是針對市民 不是針對賊人 發神經 好了 然後 原來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 去到兩豪方那裡 整個大群便衣警察 不用說 其實你的便衣警察都多餘 人都知道你在做便衣警察 每個人都戴著死人耳機 每個人都看著同一個方向 表情一模一樣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市民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逛街 你不如穿一套猴子 扮什麼市民 扮什麼便衣 神經病 今天在朗浩方園 一走出去就要守身 今天有個消息 就是說 你就只是打擊那些經濟 你製造攬炒 你們破壞自日氣氛 怎麼消費 叫市民去 一走出來就讓你守身 完全沒有消費意欲 什麼人都沒有了 數九慶 希望新一屆區議會上任以後 就要加強對警察監督 起碼要提供巡邏統計數據 到底是有做還是沒有做 因為這些是他們的份內事 是不能夠連行必都不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上就是沒有做好自己的職責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